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7月22日周啊 下午的5点47分 简单跟大家提一下 开出AI Expreso的预售规则 以及变阿法限价4倍该怎么刷取 到时候我们会用视频演示的方式更为直观 那另外呢有一些部分要点 建议你把这个视频看得仔细一点 我们高下立判 Expreso的话不要去做它 这个预售规则的话 我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制定的 Expreso这个项目方了 换了几次赛道都没有任何起色 足以见证 它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不太会成功 4亿的市值融资400万 并且TG的话没有解锁 那你怎么能制定这样的规则呢 TG没解锁的话 这就代表着变化多端的行情 你能确保一年之后的50%能回稳 因为它解锁是按批次解锁 并不是全部都解锁 一年后的话 这个项目还能保值8亿吗 肯定不行的呀 那么问题来了 8亿的市值呢 谁去接呢 就是我们这些散户啊 如果你去做的话 你就是散户了 再看到币安Alpha 币安Alpha的话 自今日起 凡在CEX以现价单购买BSC链Alpha代币的订单 均可以享受4倍的交易量 那给大家说两个重要的信息啊 一个是CEX是什么 CEX是中心化交易所 它就是我们的币安交易所 不是我们的币安Web三钱包 注意一下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啊 另外呢 它这里均享4倍的交易量 进入Alpha的积分啊 那原生我们可能要刷32次的 那今天只要刷16次 不过呢 怎么去刷限价单呢 大家其实更在意的是磨损的问题啊 那我们来到BnAlpha的板块啊 还是以成交额排名靠前的为主 那BR的话 在今天经历过了归零的情况 注意一下 你没有听错是归零啊 直接清零了 随后呢 价格又重新回升至0.05 那我们大家其实潜意识当中会有个观念 就是说 一旦一个代币出现了风波之后呢 短期真的不会再出现第二个 但我想说的是 这个说法不能保证 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刷BR 因为BR的话 还是有一个代币检测有风险的 它是可以冻结的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还是KOG吧 KOG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但不代表KOG就是安全的 因为此前KOG的话也出现过类似的代币分波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降低 或者是减少我们所遇到 就我们所刷取的代币的风险呢 有的 但这个行为方式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要你时不时的去看一下 它是Devalama的TVL TVL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锁定在该协议当中的总资产价值 如果一个协议的TVL出现大幅的下降 这通常意味着用户正在从其流动性持织当中 撤住资金啊 我们可以看到选取到BSD链之后呢 可以看到目前KOG的这个TVL的话是在162.3亿 一旦数字跌破这个价格就大幅跌破 那说明流动性持的话就有人撤住资金了 那价格肯定会暴跌的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现价刷取4倍啊 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交易 那在这个方向上呢提醒给以下各位观众 因为持织当中目前USDT会比较多 反而不是USDC哦 我这里的话仅有USDC 所以呢你要先有一步USDC转换成为我们的USDT 这里呢你可以选择到直接闪对了 这是最快的方式 那假设我们已经闪对完了 对吧 然后选取到这一个KOG 然后进行交易 这里呢我们要勾选一下限价 限价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出特定的价格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数量拉满 一定要快买快买遵循这个道理啊 那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的话目前账户是有1160亿的USDT哦 假设USDT 那我这里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确认一下 然后再卖出 数量拉到最满 然后去卖出 然后也是确认一下快买快买 看一下我们当前账户是1161.35 我刚刚是1161.7 大概损耗是0.3到0.4区间范围之内 跟我们平时刷的那个即时单的话是一致的 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方式去做 然后呢再跟你说明一点啊 任何代币都会有风波的 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 然后呢 USDC的池子不深 我们要把USDC换成USDT 然后再去跟KOG做交易队 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 如果您是高入圈的新人 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 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 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 列入我们的币安交易所 OKX交易所 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 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20% 数字盲盒 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 赶快注册起来吧 另外呢我们协同币安更单平台开启了AI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 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啊 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 那么入口的话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入口 离教授前小狐狸出奥特赛任务了 然后也要开始发币了 太恐怖了 麻烦在发币之前的话 一定要先处理好自己的钱包内置的问题 真的很卡顿 你虽然作为就是全球第一的加密钱包 我这个还是认可的 但是你可以参考一下OKX 人家比你做的好多了 多去参考一下 这个点击右上角连接好我们的钱包就可以命车一张PASSNFT啊 那注意下这张NFT本身它是免费的 但是命车的话需要花费LENA主网的ETH 所以你要先有一步把你其他地方的ETH转移到LENA的主网当中 你可以使用UNISWAP也可以使用别的跨链桥都可以 这个的话你自己去搜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边点击一下命车 页面下拉的话是周润我 我是没兴趣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做 我没我一定是没兴趣的 那我们再来到姜果的这一个板块 那还算比较良心啊 如果你没有过青铜任务的话 你白银任务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我青铜任务是没过的 白银任务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解读 不过呢我们还是依旧给大家做一下梳理啊 白银任务的话是一定要花钱啊 那么如果你决定要做白银任务 请在24小时内去命车掉这一张Market Perform 时间限制啊 另外呢我们要说明一点 我们目前所处的是阶段白银 那么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花钱 那四个阶段下来的话 这个成本不低的 要提前跟你说明白 在没有看到商务方多大诚意的前提条件下 让我们花这么多钱去做 我相信很多观众老爷的 还是心里不愿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观望一下 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锁白银 但我刷推的时候白银任务 我都已经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那后续黄金解锁的时候 然后钻石解锁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说不定可以 就是以更少的钱去拿到这两项任务 有可能 那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埋伏吧 所以呢可以观望一下 不一定非要去把它完成 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再参与R2的最终测试网 目前没有被工作室冲烂的迹象 那第一期的话是53.2万的地址 那第二期的话仅有 也就是最终测试网仅有25.1万 领取测试代币什么都还比较正常 那正是因为很少人知道 所以我们去做它 很可能会得到一波不错的回报 虽然可能最终都是要上 BN Alpha的 但大家拭目以待吧 这里如果我们做过第一期的话 请在这个标签一下去收集我们第一期的奖励 这里点击下Claim 收集完就收集完之后的这个代币呢 是可以兑换我们的USDC测试代币的 那如果你也可以在这里兑换 当然也可以选择到Tray的板块 然后点击一下Swap 在这里呢也会有一个收集测试代币 这里收集的话也是USDC 我们这边可以点击一下 点击好之后呢 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到Discord当中 先去做好认证 然后进入频道当中选择到这个水龙头的标识 Suporia或者是Mond或者是PHIOS这三个 那我们都要去运行一条命连 这里可以直接用下引线 然后呢输入一下这个F 就是水龙头的英文单词 然后点击一下 地址的话就是我们小狐狸或者OKX钱包的地址 拿到测试代币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到交互了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比方说输入一下距离数额 然后呢去选择到一个Buy 然后钱包会弹出条付费的资讯 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无限授权 然后这边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扣除的费用的话 是建立在Suporia网络下的费用 你一定要再三注意 它其实跟ETH会比较像 注意一下不要选择错误 然后这里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要先授权USDC的实用权 然后才可以进行到一个兑换 这里的话再确认下一笔 订单的交易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也是要扣除 Suporia的测试代币 再三确认 然后这一步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建议大家 完善一下生态交互的话 sell的话也可以去进行一下出售了 就是将我们刚刚得到的 这个RRUSD 一部分兑换成为USDC 然后这是一个流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 对应的兑换RR的测试代币 那这里的话可以直接兑换成USDC 演示的话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比较简单 也可以选择到RR兑换RR的USD 这里可能会比较绕口 然后最终的第三个步骤是 添加对应的流动性 流动性的话 添加告诉大家一个公式 就是我们swap的什么币种 就是我们兑换了什么币种 就去添加什么样的流动性 我们刚刚是USDC兑换成为RRUSD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添加流动性 然后这里呢输入一下具体的金额 然后它下方的数额不要超过它的balance 然后点击一下添加 然后这里呢也是要先进行一步授权 RRUSD的使用权 然后点击一下确认 这只是第一步 订单确认一下 这就是添加流动性的整一个流程 那既然添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同时把流动性减少的 这里可以点击一下remove 做一下生态的完整交互 是ok的 第二个标签一下的话 是生态上的质押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选择到stake 我们的RRUSD 如果你这边不够用的话 我们第一步做一下swap就好了 然后这里呢也是输入一下具体的金额 点击下stake 那也是一样的 要先去做一下授权 然后确认一下这笔订单 所有扣除的费用的话 一般都是建立在色波利亚的 那这是其中的一小步啊 第二步的话才是进行到stake 那做完stake之后呢 可以进行onstake 然后一段一个周期啊 它大概应该是七天还是四天左右 是可以收集到一波RUSD的奖励 它是根据你质押的数量来得 来有一个公式啊 根据你质押的数量来得到对应的奖励的 这就跟我们平时就是主网当中的质押是一模一样的了 然后这里呢还会有个BTC的啊 BTC的话就是我们刚刚领取测试代币啊 大家有注意到 它是给到USDC和0.01的BTC的啊 那这两项都有的啊 也是一样的去做一下 进行一下deposage充值 然后呢取出来一部分 然后充值的这一部分的话是有一个计算公式 也会在一定周期内得到一点的奖励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相关的所有内容 它最终还出现了一个标签也是bridge啊 bridge的话是可以将我们 Suporia测试网络下的持有代币 兑换成为任意其他链的 当然都是测试代币 所以根据你个人需求 比如说我们下次再做一项任务的时候 我们需要Base链上的ETH 或者是Base链上USDC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向来进行兑换 仅仅只是一个功能而已 所有兑换的东西都测试代币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RR最终测试网的 整体交互起来的话还是非常流畅的 那鉴于大家目前都不太知道这个项目 我们就跟大家再提一下 避免大家忘记 然后这个也不用日火 可能两三天做一次 三四天做一次都可以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